38岁日本女星佐藤麻衣五年前 带求嫁给台宿长孙王全人 隔年为王家添金孙 不料两人没几年 就分居 麻衣带着儿子定居日本 先前周刊爆料 近期王全人又开始逼麻衣离婚 欲再娶旧爱空姐 传出老爸王文洋忍不住气到大骂 有知情人士最近爆内幕 指出麻衣在这段婚姻中为何会急速失宠 原因相当残酷 外传望全人近期又积极想离婚 而各种原因其实和他想娶婚外女友有关 王全人2017年就热恋婚外女友 新对象有一说是韩国人 还有人说是明空姐 美女医师黄又嘉最近在 新闻哇哇哇 金爆麻衣婚姻失败原因 可能和王家生活环境有关 他认为王全人从小可能看着爸爸被许多女人围绕 一定是看到妈妈的痛苦 因此心里产生一个讨厌婚姻的潜意识 更推测他不知道自己其是这么没办法接受婚姻 黄又嘉强调 王全人家境富裕可能认为自己拥有结婚的条件足以照顾一个女人的生活 却没有料想到婚后生活会变得无聊 两性作家H则表示 男人会不断结婚 有时候是一种基因或身体的习惯 也可能是因为喜欢恋爱的感觉 但结婚一久恋爱感就会慢慢消退 另一方面 王全人空姐女友身份也曝光 该明日即空姐是王全人的旧爱 两人过去就曾有过一段情 但双方会旧情复燃 全是因为王全人和麻衣婚姻陷入僵局 才会让王全人又和前女友搭上线 据希望全人和麻衣闹翻后 虽然在外民声插 但桃花并没有跟着断 不时有台湾演艺圈的友人介绍新欢给她 且涵盖了日韩两国 那名空姐女友其实只是其一 对于麻衣 难过悲痛只是一时的 时间是解药很老套但很受用 等到所有的伤心欲绝都被冲刷过后 或许将会知道 这段感情的终结 并不是建立在命运的蛮横无理 而是因为各种悲伤、难受 甚至是撕裂肺腑方的绝望 一切都被上天看在眼里 她心疼了 所以宁可让你走 宁可让你暂时先走